手術前其實陳先生人很清醒 那他一直在拜託我說 他的工作 他怕我不知道不認識他 所以他有一直強調他的工作 那我很清楚他 那我有告知他說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盡可能往一百分的方向去走 陳先生的整體在手術過程中的 生命肩像各方面都算穩定 那雖然肢體上一些傷口比較多 但是整個手術過程蠻順利的 那就剛剛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從開道房出來 大概差不多六七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他整個狀況都相當的穩定 那後續我們還會再針對他的肢體 還有他整個生命現象 在做積極的觀察治療 那如果說這些傷口沒有感染的話 應該我們相信幾天內 他就慢慢可以進入更穩定的狀況 整體上手術很順利 然後他的這些肢體的這個狀況 也都很穩定 看到過程中我們看到他的這些 骨骼啊各方面的這個是算很健康的人 所以我們有信心他應該可以 往比較好的方向去發展 一般大概我們預計啦 如果狀況許可的話 看看一個多禮拜內應該可以有這個機會 手術前其實陳先生人很清醒 那他一直在拜託我說他的工作 他怕我不認識他 所以他有一直強調他的工作 那我很清楚他 那我有告知他說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盡可能往一百分的方向去走 老天爺後外 有一些傷口並沒有往驅幹 或一些影響生命的方向走 雖然在肢體上 但是老天爺後外 應該是沒有這麼大的危險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如果這次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沒有熱 沒有熱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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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買管條是要報名嗎 我先過一下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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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放下 不好意思 那我放下 還是不買自己的肉酥 好 那我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